我们得做些什么才能让熊猫永远不会灭绝 从这个生物动物性的角度来说 就是任何一个物种的消失 都是一个不能接受的 生物动物性越高 就实际上因为的环境越好 所以说对于大熊猫来说 它的灭绝实际上也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总是希望一个物种 能在生态系统中正常生活下去 让整个生态系统能保持稳定 我们要保护大熊猫 犯规就是保护大熊猫的这种小种群 不被灭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让它的那个数量能够得到提升 在数量提升的同时呢 能够使它的这个遗传多温性得到提高 因为多温性提高之后呢 就是不至于因为一个近亲繁殖 而导致种群的遗传率下降 从而导致种群灭绝 那么我们进行大熊猫服装的方式 一个是期益的恢复 期益恢复有两种 一个就是增加它的 那个湿液气息的面积 通过比如说摘除啊 这个气息的修复的方式来进行 第二个就是 让被隔离的大熊猫的气息 和种群之间建立一个狼道 从而促进的种群交流 很重要的方法就是 直接大熊猫的方规到野外 让这个地方的大熊猫的种群 得到有效的恢复 有效的